在台南麻豆在地養豬40年 他是養豬戶阿亮哥 在豪宇過的午後 來豬圈看看他養的400多頭豬 要吃就是肉質好好吃 像這隻黑色就是一種 茶椒黑色出來的 舉手投足間充滿感情 阿亮哥對自己養的台灣豬 品質有信心 飼料更是延續 但聽聞未來含有瘦肉精的美豬 也能進口台灣相當憂心 大概每100公斤 大概30、40千塊的成本 因為我們的原料都要進口 大概6、7千塊大概7千塊左右的成本 飼料混入瘦肉精的美豬養一頭 成本是台灣豬的一半 大量進口的下場 阿亮哥說 台灣養豬戶肯定沒有明天 有老有小要養 所以我們是只有靠養豬來生活 沒有其他的工作 這把年紀也沒辦法 在外面工廠也不請我們工作 想到瘦肉精美豬要進口 阿亮哥不禁哽咽 畢竟靠這些豬才能養家糊口 尤其今年6月台灣豬好不容易 正是從口蹄疫區中被除名 準備要大量拼外銷之際 瘦肉精美豬的進口 無疑是再一次的打擊 阿亮哥的呼籲同樣也是無數個台灣養豬戶新生 深深呼喚蔡政府瘦肉精美豬進口儀式能有所轉還給養豬戶一條生路 借減紅旗往來與SNG小組台南報導